自助 估计 同学们开课 哇 忽然之間出現了一個 好小好小好小的小朋友 你好啊 怎麼會這麼小啊 你幾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啊 你為什麼要跟他講話還要這樣 因為小朋友啊 等一下就 還會再長 還會再長 這是我們的新同學金魚 歡迎他 那請問你擅長什麼科目 香土蹄 好棒喔 因為你也知道香土蹄 一向都是比較弱的 很多藝人的罩門都是香土蹄 是 所以你今天要來展現一下 你對於閩南語擅長的地方在 演講 閩南語演講 閩南語演講 很強喔 那你可以剪短一點嗎 所以你今天要帶來表演就是演講嗎 我們來音聽看好不好 掌聲鼓勵一下 鞠躬 我今天要演講的題目是 上廚師的一座 我們上廚師的一座是百合百塊 上廚師的一座 是萬南語一座 老鼠上課的時候 有時候會說巧克力給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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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說巧克力給我唷 有時候也會說一些巧克力給我 跟我們做人的道理 跟我們說好的 還會跟我們唱台灣的小孩 加油了好不好 謝謝小明明 有新同學加入就會 讓我們了解到就是 舊同學呢 他們也慢慢的在長大 是耶 像我們今天就覺得小明 小明都老 變帥了 變帥不是變老了 變帥好像周潤發喔 等一下 今天真正眼說笑話的比例太高了 是不是 沒有 這真的變帥 今天小明剪新髮型變帥 而且娃娃也變高了 娃娃也長高 其實沒有 因為站在金魚旁邊 好啦 我們不要去欺負他們了 有比較急是不是 對對對 但是很歡迎有新朋友來 那今天也有一些 很可愛的小朋友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當然這邊還有大量的 顏雅倫的粉絲歡迎你們 哇 大量的 對 今天我們的第一位來挑戰的選手呢 真的要加選手了 對 他很會 他很會游泳 等一下 他一定要 他不能 他不能就這樣就好嗎 他不是一般的會游耶 他是很會游 他是金牌懸手 金牌懸手 金牌懸手 他現在走氣質路線了 而且也唱歌 然後也演戲 是 也主持 是 我們來開 歡迎我們的小小瑜 歡迎 喂 大家好 第一次見面了 你好 剛剛小蝦模仿很像 你不覺得他醜化你嗎 不至於 因為我們真的要一直用手刀 對啊 小心 你不要拆了我們的台子 往前站一點 對啊 就是真的要這樣 因為有 因為常常會有一些 他的一些什麼成長過程的訪問 就會拍他去那邊游泳 真的是 所以臉要這麼猙獰嗎 因為在水裡面 電視根本照不到臉好不好 換氣的時候一下子 一下子 你看應該是這樣 可是他是真的很厲害 但是 不是 有一次我看有一集 那個題目是講說 水道的寬 那個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你們在那邊游 你不知道你有多寬 我們會知道距離 譬如說50公尺 100公尺 可是不會知道什麼水道神多寬 對啊 沒有人在游泳之前 預備 等一下 我先量一下 他一直來了有沒有 我先量到水道多寬 對啊 所以我覺得題目都很難 是啊 不會啦 不會啦 我們今天還是非常期待你的表現 對啊 尤其是在這個健康體育題 是 是 跟我們一些很好的示範 很安 還是你都忘記了 我真的 就不聰明 不要那麼聰明 這邊還有很多人 一起來陪你考試 我們歡迎任眾而道遠的林道遠 嗨 任眾而道遠的林道遠 旁邊是好久不見的 鍾傳球老師 小蕩各位 大家好 嗨 小蕩老師 你是真的瘦很多 還是因為真的 是因為坐在我旁邊才算 對 通常在我旁邊的人 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我要跟你當好朋友 我也瘦了 我也瘦了十多公斤 十二公斤 你瘦十多公斤耶 對 胃潰瘍 要注意身體耶 是 是 是 工作繁忙 對 好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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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躺一下 先躺一下 旁邊是精神永遠都很好的 班傑 歡迎 功夫班傑 功夫班傑 今天終於來挑戰 感覺今天大家動起來了 謝謝 好 請就來一位子 好 好 先去選小朋友 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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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 問答題 台北到台南距離約300公里 小華從台北出發 開車花了四小時到達台南 如果小華想要節省25%的時間 那麼速率要減少或增加百分之多少 你慢慢順 我去看一下我們的 好 來賓本數學行不行 唉唷 劉秉妍 歡迎劉秉妍 可是這種題目我還是不會 數學你不行 數學我不行 可是我剛剛問班傑 她好像就是還沒有看懂題目 這樣子 你是看不懂中文還是看不懂題目 這不是國語題嗎 數學題 請問一下我有一個小問題 什麼 要比較快的話是速率是比較高 還是比較低 要比較快的話 你速度當然比較快啊 速率所以應該是比較高 所以她現在一直是要三個小時內到 三小時到達台南 沒錯 一片空白 對 我有在寫 我寫不下去 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所以還有一個問題 怎麼樣 我考慮得很完整 是 對 決定 我有非常詳細的這個 沒有 你有答案喔 所以我選擇的是 不是 完全沒在算嗎 我有算 可是我最後 我不知道怎麼 你就放棄了 我只知道速率應該是75吧 可是速率要減少什麼百分之多少 我不太懂 OK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小朋友們的答案是 大家 大家都一樣耶 有志一成的 正確解答是不是增加33%呢 本題呢 要算的是 如果小孩想要節省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的話 他的速率要增加或是減少百分之多少呢 我們要先算出 節省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之後的速率跟原本的速率相差多少 再去除以原本的速率就可以知道正確的百分率了 那原本的速率怎麼算呢 就是將300公里除以四小時 也就是每小時75公里 至於節省百分之二十五的時間到底是要節省多久呢 就是將四小時乘上百分之二十五 於是我們就知道要節省一小時 那麼節省一小時之後的速率呢 也就是原來的300公里除以三小時 答案就是每小時一百公里 減少之後的速率是一百 那之前是七十五 一百比七十五大 所以本題是增加 那到底是增加百分之多少呢 就將他們之間的差 一百減七十五的二十五除以原來的速率七十五 大約等於零點三三 也就是接近百分之三十三 所以本題的正確答案是 增加大約百分之三十三的速率 自然與生活科技 我們來看一下四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 時間題 時間題是非題 常言到鶴莉雞群自然生態中會飛的鳥類 身高最高的就是夠對還是錯 我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 有 你有仔細看一下嗎 我有 但是有百分之五十的機率 我會答錯 來 你們會知道嗎 我覺得答案是錯 答案是錯 就是他不是 最高應該不是賀嗎 最高應該不是賀 那是什麼 對 不是賀 那剛剛講了一個 就我聽不懂的名字這樣 是什麼 Golden Condor Golden Condor 你覺得講了一個學名 我們就不知道是什麼學名 都是什麼東西啊 我告訴你 大概長什麼樣 他就有點像老鷹 可是他很巨大 然後他是就是 毛比較偏黃 金黃色 黃金黃色 是吧 是在哈利波特裡面出現的鳥類嗎 他好像在南美之後才會出現 是有點像秃鷹那種嗎 還是什麼 沒有 他很漂亮 像老鷹這樣 像老鷹的 很大嗎 比賀還大耶 他抽了同學卡 布丁的答案是 正確的解答 身高最高的是不是賀呢 謝謝你 謝謝你救了我 賀其實是最高的 他是一百七十幾公分 好高耶 所以賀站在我旁邊 我還要這樣 空姐耶 對 那個就是 叫什麼 腳 翅膀 翅膀的長度 一個到另外一個 麥姐真的OK的 沒有問題 WINSFAN 對 如果我們說很寬的話 可能你說那個鳥是比較寬的 對 但我們講的現在是高度 身長跟身高不一樣 想要考我 好 接下來又可以學小朋友了 想我 好有機率出場了 耶 哈囉 謝謝 你要不要選一下鄉土題 是五年 他的鄉土很厲害 剛剛 好 這麼厲害 好 那三年級鄉土 我們來看一下三年級的鄉土 你真的超難的 選擇題 1 1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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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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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不會開船 還要怪那個溪 嗯 也就是自己不能生 還要怪鄰居 所以不是什麼 木載埔放炮 鐵管生生什麼之類的 第三個我看不懂 但是第二個就是 他放炮就 不關那個的事啊 可是看不懂的 很有可能是正確答案 不會吧 應該是1 確定 確定要案例 你的那個臉好可怕 我什麼臉 好像答錯了 答錯了 我只是這樣 這樣就好可怕 你剛剛答錯那個臉 沒有就是 我很自然 好緊張 你心裡有鬼啊 我有鬼 你們知道答案嗎 嗯 你們覺得答案是 剛剛老師講說年紀 有一點年紀的人 都會知道答案 我就說老師肯定都不知道答案 所以老師的答案是 我也是1啊 也是1嘛 就不會生還賴隔壁鄰居 對對那彥宇嘛 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正確答案是不是1呢 很自助 很優雅 這是你剛剛說的 你明明不會開船 你就嫌這個西子玩 好 四年級社會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四年級的社會 選擇題 台北陽明山的鴨池 指的是哪一個湖泊的舊名 1 向天池 2 冷水坑 3 夢幻湖 我覺得 覺得 我覺得我要用卡 想怎麼辦 你還是要用卡 所以你本來以為是 你猜的話 我猜的話是 只有冷水坑我知道 所以我會猜冷水坑 就你比較熟悉的就對了 對 聽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聽雨 你有去過陽明山嗎 沒去過 奇怪 北部民眾的旅遊勝地陽明山 三個選項都耳熟能詳 但知道正確答案是哪一個嗎 我對歐洲好熟 為什麼 因為曬那盒 我之前在巴黎堵樹 我都知道我在曬那盒旁邊 大分中錦鄰那個叫什麼盒 對 我覺得 有 靜雲你有去過 苗明山嗎 沒去過 怎麼會 可是社會有讀過 喔 社會有讀過 嚇了一跳 先告訴我 如果你有答錯了 會哭嗎 哭 你很猶豫耶 可是他眼看已經泛淚了 我跟你講 答錯也沒關係 因為你看 但姊姊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算了 算了啦 老師不要再提哭的事情了 為什麼 他在那裡 啊 他不要跟他一起問了 你在那裡 啊 姊哥趕快剪掉 好啦他很像 他已經走出那一碗了 不要急這件事 鯨魚的答案 真的喔 有可能鴨子感覺蠻夢幻的 因為鴨虎 鴨池 你不會覺得鴨子感覺很吵 而是覺得鴨子感覺蠻夢幻的 鴨子跟鴨鴨長得很像 蛤 他們都是差不多 天鵝啊 都內掛了 蛤 蛤 是醜小鴨的故事告訴你 鴨子跟天鵝是一掛的是不是 就 你看他們小時候跟長大 是不是都差不多 蛤 蛤 像嗎 差很多吧 所以我相信 相信鯨魚的答案 所以你要用鯨魚的答案 對 這個答案是 夢幻虎 請按確定 來看一下正確的解答 是不是3 夢幻虎呢 謝謝你鯨魚 謝謝你鯨魚 掰掰 接下來挑戰一些 你自己比較有把握的吧 哦 健康與體育